6月17日,护轮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接牌启动 华泰证券股份发行护轮通首制全球存托凭证吉迪R产品在伦交所挂牌交易 据了解,护轮通是指商交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的机制 其开通是以伦敦和上海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对接为目的 符合条件的两地上市公司可以发行存托凭证在对方市场上市交易 为双方投资者和发行商提供了共赢的机会 财经评论员杨小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护轮通的正式开通,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市场开放 我觉得是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开放 因为从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来看 在加强了资本市场开放之后 本身资本向下从外汇的逆差就慢慢转成了顺差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日本和韩国国内优质股票都受到了长期的股价上升和估值提升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 Chairman 在日前于上海举行的第十一届路交嘴论团中强调 护轮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 将给双方的投资者和发行商带来巨大的好处 在财经评论员布纳欣看来 护轮通的开启会将开创一个多营新局面 护轮通呢 它这个肯定会开创一个多营的新局面 首先呢 这个护轮通它是有利于这个促进中英之间的这个金融的合作 交流的 那么其次呢 护轮通呢 会加速上海它国际中心的建设的步伐 那么第三呢 它可以丰富一个投资者的投资品类 布纳欣同时指出 跨境资金实行总额度管理 也是为了配合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的规定 这对于有一定行业地位的大市值企业来说 可率先享受护轮通的制度创新 以华台政权为代表 积极进行海外市场布局的企业是护轮通的受益者 杨小蕾认为 上海和伦敦两地资本市场进一步对接 对外资机构投资者占收入比重较高的券商 以及过去几年有较多海外并购的上市公司来讲 较为有利 华台证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虽然护港通股票交易已于2014年正式开始 但护轮通与护港通两者既有共通又有不同 杨小蕾认为 护轮通初期可能会面临整体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护港通和护轮通 我觉得还是有些比较大的区别 因为港股和一股总体是在一个市区交易的 所以交易时间是有非常多的交叉的 而护轮通初期一定会面临整体流动性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两者完全开盘时间不交叉 应该是一个慢慢的探索